本节目由牛拜网赞助播出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乌克兰战争以来 俄乌战争以来 美国还有西方的各种各样的援助 源源不断的进入到乌克兰 那么几十亿的这种各种援助 包括现金 包括武器装备等等 当时西方和美国的担心也在不断的升高 原因就是这么多的援助进到乌克兰以后 实际上提供援助的这些国家也担心 说是自己的这些援助的 不管是军需物资也好 是现金也好 会不会被贪官们所放到自己的口袋里头 或者说是拿一部分出来武器装备 在黑市场卖了以后大家把钱分了 因为在战前乌克兰说实话 政府的这个就是名声并不是很好 尤其在贪腐方面 他们是就是贪腐比较严重 比较普遍的这么一个国家 所以这个西方国家包括美国 就对这个就特别的担心 在前两天的时候吧 应该是当地的时间昨天 这个乌克兰的总统 佐兰斯基呢 要么就是有一些高官他提出辞职来了辞职信 要么就是被他开掉了 那么这些人呢似乎又和贪腐啊 有点关系 所以呢这个贪腐的问题就变得更加急迫了 是贪官问题是自古有之啊 可以这么说吧 只要有人就有贪官 这个是任何包青天也解决不了的问题 任何社会制度也解决不了的问题 总是有人要贪 只不过现在如果乌克兰的贪官还不收敛的话呢 这个将引起国际的巨大的愤慨 这个真的是叫天怒人怨了 在这会儿还贪呢 你知道吗 对于贪官来说 什么战争啊 什么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关系 他该贪还是贪 因为为什么他贪呢 因为当然是自己的本性再有就是机会存在在那里 我处在这样的一个职位上面 我可以批一些东西给你 你看着办法 我可以这个价钱 也可以那个价钱 我可以给你 我也可以给他 那么这个时候 这种隐忧很难抵御 不会因为一个人 比如说泽连斯基 是以反贪而当了总统 哦他当了 咱别贪了 不会的 不会因为一场战争 哎呦我们国家被外邦侵略了 咱们现在同仇敌忾 对外 不但我不贪 我还把以前贪得都拿出来 也没有可能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在美国国会呢 这个其实也有两派 一个民主党和共和党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其实共和党 就是你不贪污 共和党都不想跟你这么多援助了 是吧 我这国家还有问题呢 你知道这不是麦卡锡啊什么事 前段时间都一直在说 包括Marjorie Taylor Green啊 这些比较算是在右派当中比较极端的这些共和党的成员 他们都会说干什么给他们这么多钱呢 得了 你现在有这消息传出来 说那贪污了 说那有帮人啊批发粮食的人 你知道他这些人心黑到什么程度 我这粮食要批发给什么 前线作战的士兵啊 我抬高物价 抬高物价 士兵 没什么问题 士兵反正你抬高不抬高 我都有吃的 他为什么有抬高物价啊 分啊 对不对 这钱有啊 这不是美国给 你知道美国给多少 130亿啊 拨到那去了 就是有很大的成果 各种各样的救济 你有钱 这过去五块钱一斤的东西 我现在卖你七块 这十斤就是差 这一差价得了 咱们两家分了 这个情况现在被给挖手来了 还有就是 都是什么不涨及的这些人 他下面层层的这样的贪污 你知道我们运到乌克兰的基本上三个东西 一个叫武器 就是从这种机关枪啊 什么刚才昨天说的坦克等等 一种这个哈 第二叫物资 这不是钱 你可以用的东西 甚至一些就十字 红十字的这样的东西 第三就是金钱 现金 这三个呀 他都能贪 那武器 他居然不用在战场 他可以卖啊 他居然倒卖这武器 物资就更不用说了 我这拿到了这好玩意儿 来吧 你这个什么一个城市的哪一个区 来来来 给点多少 我就多拨给你点 金钱 直接揣口袋了 转我银行了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 那个在昨天和前天 分别被开除掉 或者已经提辞呈的这些人里面 有国防部的副部长 有这个副总检察长 副总检察长 他提出来的 就是明面上的原因是 在战时 他从一个寡头那儿 借了一部这个豪华汽车 Mercedes 带着全家去西班牙旅游去了 结果就被开除了 你说这种消息 当老百姓知道了以后 我这流离失所 店也没有 饭也没有吃的 取暖也没有 你开着豪华的轿车 跑到西班牙去度假去了 对 我们怎么接受这样的事实 是 确实是 然后再加上他还有一个什么总统办公室的一个副主任 然后他也是 好像是用别人捐的 就是美国援助的这个Shave Tahoe这个车 那大的SUV 对 对吧 然后去 作为私用了 作为私用 把别人还没撤离呢 他把自己的家人先撤离了 所以像这些东西捅出来以后呢 当然就被等于是就被开掉了 但是呢这个事呢就是说从前线的军人的食物涨价这件事情呢 人们就发现说确实还是有一些人在从中啊 可能在利用这些机会来进行给自己捞一票的这种感觉 因为在前段时间记不记得曾经有一些报道是说 乌克兰的这个炮弹的使用量啊特别的大 还有什么很多的东西去了那以后突然发现说 用没两天没了 用完没两天不行了 我用完了赶快再支援赶快再支援 当时其实就有人提出来说 是不是又把这些东西军需的物资又拿到外边去卖掉了 或者是摊掉了 当然现在没有查出任何的这方面的证据啊 只不过是在战时啊 这个就是贪腐的问题呢 除了上星期四 就是除了这个星期四 他们有一些高层的震动 传出来可能跟贪腐有关系以外 其他的倒还没有太多的报道 这个呢让美国和西方国家稍微松口气 原因就是说 这个欧盟也好 是北大西洋公业组织也好 还有美国 实际上在提供各种各样的援助方面啊 好不容易达成了一致 如果要是再传出来乌克兰的政府高层有贪污 就是把援助的物资变成集有的话 变成自己财产的话 那整个的这个援助计划呢 就会崩溃 大家说啊我弄了半天 钱到了那儿去没真正的放到战场上去 反而给高官贪污掉了 那大家气不打一出来 连民众都不给支持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的问题 但是好在到目前为止呢 还没有传出这样的消息 是但是有一个国际组织啊 这个蛮有名的一个国际组织 叫做国际透明监督组织 这个组织干什么的呢 他们定期啊就公布一个名单 这个名单上呢一共有180个席位 就到180为止 他说这180个国家呢 看看有哪一些国家是贪腐最严重的 哪一些国家呢在治理贪腐这方面 是比较透明的 那也就是你排在第一是最好的 最清廉最清廉越小越好 在这个180个国家的排行榜上 我们的乌克兰排在122 这好意思吗 你知道吗 这个你这么想 他武器武器打不过俄罗斯 他的各种各样的配备 他打不过也就是这样吧 西方不给他钱 不给他武器 不给他援助 他早沦陷了 肯定是这样的嘛 对不对 在这种时候还要继续摊 这些情况我们就是不能原谅的 但是昨天美国的国会有一个听证 副国务卿 叫什么国防部的一些高官都去听证去了 你听一听他们说就是怎么监督每颗子弹的使用 真的让你觉得非常可笑 也非常的悲哀 欢迎您去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是乌克兰他们的上层出现大幅的震动 这个和前段时间传出来的贪腐有关系 其实乌克兰的这个政府的贪腐问题 由来已久 在这个战争之前 美国其实就对乌克兰的贪腐问题是相当的担忧的 据说是在拜登上任之后对乌克兰的担忧是两大 第一是俄罗斯的威胁 第二就是政府的贪腐 在2015年他做副总统的时候 曾经就对这个乌克兰的普遍的上下贪腐的问题 就相当的痛恨 当时他就呼吁乌克兰政府 就是说尽量不要任人为亲 不要都是裙带关系 什么他的女婿到这个当了部长 下面的什么各个局长各个厅长 全是自己的儿媳妇 自己的什么就拉进去了 这样的话上下其手非常方便 做贪腐的东西就都是自己人 一下就非常方便 腐败非常的普遍 拜登应该顺便再加一句也别用我儿子 所以这个是一个确实的问题 所以你看美国他给乌克兰的所有的钱财和军事物资 以及军用的这个装备 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和表格让你去填 每一发炮弹每一门炮 射在哪里怎么用的每天打了多少炮弹都让你详细的填下来 但是呢这个东西规定是规定 毕竟在前线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去监视 就是看到了每一个监视到每一座炮到底打了多少发炮弹等等 这些东西你没有办法完全的这个做到心中有数的 所以但是从形式上是做到了监督了 是但是刚才说到的这种现金比较麻烦 美国有一个机构叫做国际发展总署 这个机构呢是向乌克兰提供现金的 刚才说加起来大概130多亿 然后呢他是通过了世界银行给的 走了一道世界银行登记 你看我这个这笔钱过去了 这笔钱过去了哪年哪月 一共前前后后的 然后世界银行再把这个钱呢 给到乌克兰政府的那个各个的机构 但是当这笔钱进入到乌克兰的国库以后 这个部长那个部长 他们怎么分啊 世界银行说这个我们就不管了 麻烦就出在这一层 就是乌克兰自由支配 当然你要向我汇报 但是谁拿多少 这我就不负责分了 你们负责分 当然分了以后结果你得告诉我 这个钱到哪里去了 那么乌克兰就告诉世界银行 你看着啊 我这医院被炸了 多多对不对 几百万用在医院那去了 这学校停课了 或者是受到影响了 所以医院学校紧急救护 然后这个什么大楼被炸了 我这需要消防 我在想乌克兰就是已经到了连消防的钱都没有了 你知道吗 就是说消防队呢 你看啊 我这钱拿去了 然后这儿有一个残疾人服务 我拿去了 这边这些地方呢 有一个叫做地方啊 叫局部的重建 我又拿多少钱 接下来西方最担心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啊 不管怎么样 这战争总不能打一百年吧 对不对 战争总有结束的那一天 礼拜一结束 礼拜二就要开始一件事 就叫做重建 整个的重建 那么乌克兰将会从西方拿到大量的贷款 就重建 这所谓贷款就是反正还嘛 对不对 我五十年 一百年 我慢慢还给你 先拿来再说 那个时候贪污正式开始 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呢 大家都分析说是 泽伦斯基也好 乌克兰政府也好呢 最好是保持这个打击贪腐的这种形象 否则的话 到你重建的时候 那时候钱可就不进来了 原因就是大家都担心啊 我给你钱给的多 你贪的更多 到时候怎么办呢 怎么怎么监督啊 所以呢 现在人们就说 好像这个乌克兰政府 如果有远见之名的话 他现在应该保持一种清廉的 或者说至少是透明的这个形象 然后这样的话 才可以赢得美国或者西方政府的这个信任 那以后在重建的时候 才可以比较容易获得贷款 对 那么当然呢 现在美国政府呢 启用了一个私人公式 Deloit 对不对 查账 查账 过去叫Deloit and Tusk 对不对 启用了这家公司 那么这家公司呢 也在国会作证的时候 他们也说 他说 我们采取了比平常的那种监督啊 更严格的监督的方式 谁让他这个国家呢 名声这么糟糕呢 你知道吗 所以这就是在战争的时候 在另一面 其实不怎么被报道的一面 也是很悲哀的一面 就是一方面 命可能都快没了 还在这贪的啊 就各种不失时机 这让我想到 美国的二战的是名著 叫第二十二条军规 Cash 22 第二次世界大战 是正义战胜邪恶之战 是反法西斯的战争 你看一看 这一个名著 Joseph Heller写的 第二十二条军规 你看看 住在意大利那些美军 他们是怎么贪污的 他们是怎么变卖 军队的物资的 你就知道 有的时候 战争的发生 失败在的表现 但是同时还有一个 就是人内心的邪恶